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想看整個中國菜的精華都在台灣 然後台灣在地也有這麼多的 各種的可口的點心 可是有沒有真的在國際上面 被大家完完全全給吸收的 所以我今天話題非常簡單 大家一起想想看 為什麼台灣的美食 沒有辦法登上國際舞台 所以我們稍後跟觀眾朋友 一起來報告 我們先分析一下 包括有全世界有泰國菜 有日本料理 包括還有韓國菜 那麼還有這個甚至於連越南的 越南的那個河粉 都已經在國外的各種大城 大街小巷也很普遍 可是你很少看到我們台灣 特種的一個什麼 比如說我們的肉肉麵 比如說我們的牛肉麵 所以我們在現場 我先跟各位介紹 真正在座的都是美食家 那我們從我左手邊 包括文華先生 大家非常熟悉 還有李正鋒先生 還有李昂 還有我們大家更看到的 天蘭 天蘭姐歡迎 還有鳳馨小姐 愛吃 愛吃 今天待會兒看她怎麼吃 怎麼挑剔 還有梁又翔先生 又翔先生 歡迎歡迎歡迎 真正的美食 所以我的問題 跟所有觀眾朋友 大家從今天開始 連續兩天我們鎖定 台灣的美食 為什麼登不上國際台面 我們有這麼多的 哪位 天蘭 我覺得說歸來歸去 我覺得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在把台灣的美食行銷上面 比香港跟泰國 我們真的是做太少了 因為我以前有參加過 很多香港跟泰國 他們在推展 他們在美食的活動上面 政府花了很多的經費 花了很多的心力 在做這方面工作 我們現在也可以常常看到 電視媒體上面 有很多的廣告 你看包括什麼蘇州啊 山東啊 隨便一個小的鄉鎮 烏鎮都希望你去看他的 風土民情跟他的美食 可是我們在這方面 能見度太少了 我們先把政府放在一邊 一提到政府 我心情又成功了 我們今天就談很清楚 把政府想都不要想 大家想想看 我們簡單來請問 我們自己多少可以問 台灣有什麼多少好吃的 大家講 台灣有哪些好吃的 來 什麼 蚵仔煎 蚵仔煎 來 蚵仔煎 畫面就馬上要出來 蚵仔煎了 大家想想看 蚵仔煎一上來 掛包 掛包已經有成功的例子 可是居然不是台灣人推的 在紐約 等一下再講他的故事 掛包在紐約都已經出來了 因為理由很簡單 他那個現在的 因為中國的強大也有關 所以我最近 我差不多十年來 我每年花之後 半年在全世界 跑來跑去吃東西 非常清楚的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說 隨著中國的崛起 中式的料理 再進入世界的 美食的餐桌上 尤其是在美國 這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那麼米其林兩星 或者三星的大廚 就從這個東西來取材 然後做出來了那個小小的掛包 就是我們的掛包的概念 是台灣口味的掛包 不太一樣 可是基本上不理我們台灣樣子的掛包 就是裡面夾肉 然後當然那個夾的東西 可以夾很多別的 可是基本上是一個掛包來的 人家報紙大為宣傳 可是我們看了就很生氣說 為什麼我們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這就在我們周邊的 你講的掛包 可是做得很漂亮很小 而且很精緻 而且是尚得了那種 米其林兩顆星三顆星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店面 這是一個很好的餐廳 是一個餐廳 它不是一個台位 不是不是店面 所以它是很多道菜裡面的一道菜 可是用的是掛包的元素 所以可見它是可以上得了台盤的 所以說 所以我們待會兒跟觀眾朋友來報告 這個有太多可能可以登上國際舞台 但是這中間為什麼日本的 所謂沃州斯尼基尼 我們待會兒一樣一樣的來介紹 他們可以這樣子 變成全世界不是美國 歐洲 很多國家就把一個尼基尼 很便宜的 從沃州斯到最高檔的 都可以賣得出去 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不行 就這樣子 這個剛才主持人講得特別好 就講到政府大概就沉重了 對吧 那也是忍不住 那又沒來講 那很沉重 所以吃去根本不要談政治 小孩子 最重要的是 剛過年談這個 經營子 經營子 就是美食的經營子 它是什麼觀念在經營美食 社會對美食什麼要求 我們的要求 大概是最低的標準 叫可口 好吃多好 這最好吃 所以每個人都問你說 哪一家好吃 那它就是 就是說當你美食只停留在 好吃這個標準的時候 很抱歉 是走不出去的 為什麼 因為只有當地人 比如說吃肉圓 好 我覺得我東山的肉圓最好吃 是啊 中華說我中華的肉圓最好吃 那這個時候 那個做肉圓的只有做 做給東山的人覺得好吃 做給中華的人覺得好吃 多大的市場 就OK了嘛 那 它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裡面說 我究竟我要把我的飲食 用什麼樣的觀念 能夠把它帶出去 所以不只是台灣的帶不出去 中國的帶不出去 沒錯 華人也帶不出去 我再提一個最簡單的來比較 可口之外你還要有什麼 那你舉個例子 對 很簡單 等一下看上菜就知道了 鼎太空的上菜的改變 是最大的一個例子 以前你坐在這裡 你點了三個小籠包四個吃 它砰 四個全部給你拿過來 那四個拿過來你怎麼辦 吃到最後是涼的 那你就吃不下去了 因此我們來看看 所有的餐廳 最起碼像樣子的餐廳 一道吃完你又下一道 連這個一道一道上 我們的餐廳 包括中國大院內的所有的餐廳 能做到的 是欺足可使 大部分是你點完以後 你做完以後 啪 誰不是給你花的桌上來了 沒錯 那你告訴我 好吃之外 你感覺上是沒有品味的 是沒有以客戶為主的 這些等等的觀念它不去改變 很抱歉 走不出去 還有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觀念 等一下再說 我想想想看 大家想想看 有多少台灣的美食 為什麼出了台灣就沒有了 你即使有些會到 所謂全世界各地的 所謂的China Town 但是離開China Town以後就沒有了 我最不服氣的 就是連越南 我們稍後跟觀眾朋友來指出來 連越南的河粉 就是一碗湯麵 它居然可以在海外 包括了歐美的大街小巷 都擺出來 為什麼 我訪問一下超會講的 也訪問一下盛風兄剛才講的 其實從行銷的角度來講 就我們都知道 我們有一點好吃 我們自己愛吃 但是我們通常不去思考 顧客 這些老外的顧客 他要什麼 歐具兩個例子 這是韓國跟泰國成功的地方 對 珍珠奶茶 台灣的 成功了 倫敦 不得了 誰開的 還不是什麼台灣人開的 一個老外 一個英文 他在台灣喝的覺得很好喝 他去學去 然後在倫敦開 他開在哪裡 他開在倫敦最貴的 這個金融區 然後他把這個店面 弄得乾乾淨淨 像麥當勞一樣 好 所以他用了我們的內容 但是他用了老外的形式 好 所以要怎麼樣 行調台灣美術 我覺得可以 我們學清朝末年 還記得八二字嗎 叫中學為底 西學為用 好 就是你要用一個別人 可以接受的形式 好 那老外對這些食物的清潔啊 包裝 他非常講究 所以當你包裝像麥當勞一樣 你賣珍珠買茶 你就賣得紅 剛才講說中國菜 好 在國外 大家印象說Chinatown 可能就比較髒亂的地方 在紐約曼哈頓 好 生意非常好的中國菜餐廳 它是開在哪裡 它不是開在Chinatown 它是開在那個紐約 最貴的上溪城 對 好 這都有錢人住的地方 好 那都是古根和博物館的地方 好 他在上溪城一個巷子裡面 好 他們麵弄得漂亮 生意很好 很多 那你去吃它還是咱們的東西 好 但是它很巧妙的用了 老外可以接受的包裝 可是我們談到這普遍性的 剛剛你點出來一個重點 台灣 我們覺得很多很好吃的 可是 你送到國外去以後 當地人覺得怎麼樣 他的接受度是怎麼樣 現在是這樣 對 現在這樣其實 嚴格的用專業的理論 來分這個美食 他應該把它 像呼應文化講的就是 有狹義的美食 廣義的美食 所以狹義的美食 我們自己很喜歡吃 但是你不能 別人不喜歡吃 你不能說它不好吃 對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藕仔煎 某很多山東朋友來 我們說台灣這個 很多觀光局在推薦 藕仔煎很好吃 台灣代表的一種衛型 山東人說 咬呼呼的 像BT一樣怎麼吃 文化的關係 他覺得像連呼 像BT怎麼吃 那歐美人看那個連呼 他也不該吃 所以就是說 當我們覺得很好吃 別人不覺得很好吃 這是一句狹義的 像鼎泰峰的包子 很簡單 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我話要講回來 就是說政府也好 或者是民進也好 他常常在推銷 這個美食到國際上 有一些盲點 畢竟尤其剛剛講到 中國大陸要把他的 整個的中國菜要推廣出去 他很難的原因在哪裡 他福源太廣了 菜息太多了 對 菜息太多了 你在紐約的朋友 他吃了川菜 他以為中國菜都是麻 都是辣的 他不知道 中國的地緣那麼的大 台灣更是一個外來飲食 融合的一個地區 他有太多的東西外來 所以他衛型太複雜 你說泰國菜 他在衛型上面 很簡單的一個衛型 韓國菜 一個衛型 你說的這個越南菜 他賣的上 他的那個河粉 已經有差不多 快一千年的歷史 他當然根深蒂固的 很容易把衛型 單純的推上去 台灣太複雜了 可是我們 我們先鎖定 台灣有哪些單品 可以在海外發揚光盪 比如說我們的牛肉麵 我們還有牛肉麵結 對不對 但你有什麼時候看到牛肉麵 像越南在國際的河粉一樣的 或者像日本的拉麵一樣的 為什麼不行 等一下 我們試著做過這個事情 可是後來發現 日本的麵 不管是拉麵 或者是那個 他們有很多那種 就像你說的 賣壽司 或者是賣種種的 這些日本的小小的東西的 他們已經把日本的麵 已經深入的 就是說吃日本東西 吃它麵 這個已經是掛鉤了 所以你牛肉麵 要找到一個什麼樣的特色 才能夠去 變成是一個台灣 In Taiwan 或者是說 是華人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已經有一個市場的先戰率 就是他的駙馬已經 就像泡菜之魚韓國人一樣 你很難再去搶這個市場 這是我們最近幾年 一直在做這樣的研究 你真是一針見血 所以選定產品其實很重要 我當然不是那麼懂美食 可是我去研究過泰國 泰國跟韓國 因為其實真的用集體力量 因為其實現在你到全世界去吃美食 你說像日本 我自己國力強大 所以他的日本菜 就可以慢慢的就在全世界遍布 因為他的國力強大 那有些是自然的 有些就是刻意去培養出來 其實刻意培養的泰國跟韓國 是主要是刻意培養的 他們兩個各有成功的基礎 剛剛除了梁老師講的這一個 他們的衛星比較同意 可是泰國還挑選過 他們其實自己內部挑選過 覺得外國人最能接受的衛星 然後去把它規格化的 你先別談這個國外 你先談台灣有哪一個幾個東西 你覺得可以打入國際 可是不能是我們來決定 我正要講是外國人要來決定 沒錯 可是你先決定 我們哪一個是可以供養的 然後我們再談外國人 為什麼不能接受 隨便講一個 隨便講一個 我還是覺得有肉麵 鳳梨酥啦 茶啦 這也都是台灣人 我剛剛講了一句話 我剛剛講 一句是說那個獨特性 我們發現有一次在華府的時候 是做了一個東西 後來大家都覺得有可為 我們開始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 是什麼呢 是春捲 可是不可以是炸的 就是台式的倫庭 因為那個符合所有的健康的標準 而且呢 春捲學問太大了 我們後來發展出一個方式 就是說當然不能夠是炸的 因為炸的現在是 所有世界美食的毒藥嘛 對不對 可是呢如果是春捲 比如說我推一個小推車出去 裡面呢大概有15道的 不同的春捲的料 或者30道都可以 然後你周圍的時候呢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那一種 那個Plate 然後可以你自己包 你自己選 春捲專賣店 對…我自己要這個菜 旁邊也有人可以幫你包 要不然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夾自己包 然後玩得很快樂 然後反正一捲 看要多少美金或者是多少 這就是一個創意 這個是可以把創意 而且跟我們的國粹合在一起的 發現效果很好 你剛講那個光是牛肉麵 為什麼打不出來 日本的河 打得出來 不我先講 他剛講拉麵 大家以為牛肉麵 在台灣現在每次比賽 比賽什麼東西 比賽我的肉 這是哪一塊肉 這是台灣的台灣牛 還是這是澳洲河牛 牛肉麵 日本的拉麵 從來沒有說上面擺的東西是什麼 日本的拉麵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麵 它的麵不管是什麼橋面什麼的 然後整個的製作過程 我們稍後有機會再談 那個完全是凸顯它的麵的製作過程 日本人永遠是把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全面的複雜化 所謂講好聽叫精緻化的 就是把它搞得很複雜 讓大家覺得我們待會兒就可以看台灣 唯一可以登上國際舞台就是鼎泰峰 鼎泰峰就是把小籠包 大家看 每次你看到在外面的所有的說法就是 我怎麼折小籠包 他不是告訴你他怎麼折小籠包 他在告訴你 這就是我們獨一無二的 這是外國人會接受的 我會告訴你一個話 其實剛剛李昂講的說 這個牛肉麵很難攻在市場 但是我們要回想到這個也是文化的歷史 日本人當初在移民在全世界的時候 他是整個政府結合他的社團 所以他民間 他是有規劃的移民 甚至包括他的文化 那麼台灣的飲食文化其實非常的短 尤其牛肉麵它的成型 他這個牛肉麵真正在台灣的歷史裡面 也嚴格不到50年 差不多30多塊40年 那這40年的東西 你要跟日本人上千年的東西去比的時候 我們用我們先天的一些缺陷 但是如何將牛肉麵的文化 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有機會 非常有機會 我覺得這就是應該 我們要堆砌一個文化 甚至於它的麵碗 從碗的碗形 筷子 他這些東西一看 你老外看到那個碗就是台灣牛肉麵 這個時候 文化的塑造是我們要努力的 這一點又是正宗 天然 天然 他們您不要忘了一件事 您剛剛講到越南河粉 所有的那些老外都知道 越南河粉 你看生牛肉河粉 既然它是生牛肉 是老外會喜歡的 那我們熟牛肉為什麼會不受歡迎 而且你想想看法國有代算很有名 叫做那個紅酒燉牛肉 你不覺得我們的牛肉麵的牛肉 其實跟紅酒牛肉都有一點點相近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剛剛我們談到 怎麼樣要讓外國人接受 你看這一盤菜 頂泰峰不是只有小籠包 我們講外國人你看法國人有春雞 那北京有烤鴨 那美國人喜歡吃炸雞 所以情味的東西是很受老外歡迎的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雞是真的很棒 因為我吃過很多地方的雞 我覺得這是農產一個很成功的東西 你看它這個已經去骨了 所以老外是不喜歡有骨頭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的雞肉 可以也可以發揚光大 但非要從台灣這個時候 這你剛剛講的一點沒錯 很多真正的好東西 在國外其他國家能夠打出名號的 日本的拉麵 它很多麵就是從日本原來進口的 輸出到各地 我們現在要買我們的珍珠 對啊 我們現在吃的那個義大利的Pasta 那些Spaghetti 那些Pasta 也都是從義大利這種的 對 從義大利來的 他覺得臉沒有底 我跟你講這裡大概分兩個層次來看 我們才會把這個問題給處理好 因為中國也好 台灣也好 我們實在是太多元化 多樣化 多樣化到沒有代表性 譬如說我講到日本食物 你馬上講到Sushi 你可能還不會想到拉麵 你第一個想的時候 你講義大利這樣馬上想到Pasta 想到Pizza 對 你農民 比如說你韓國菜 你問外國人說台灣菜代表什麼 你不知道你韓國就是泡菜 泰國的味道就是酸辣 就是你很清晰 因此台灣的東西要出去的時候 中國的菜要台灣要出去 就要寫華國 華國出去的你說華國菜是什麼 可以代表華國什麼都 但是它那一個品味 它那個味道 它那個style 這就是一個華國菜 這就是一個label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看說 那怎麼樣子去把這些 怎麼樣是一個最簡單的到最有品味的 可以來這裡來看看日本的例子 轉到我們 我們有什麼可以來玩 我們春節的時候 有這麼多台灣民眾到全世界各地玩 對 你除了看到一個頂颱風 你還看到其他的餐廳嗎 你或者你看到其他的台灣美食嗎 所以我們待會回來 讓所有觀眾朋友帶大家來瞧一瞧 泰國菜 泰國菜現在已經在全世界各地 變成高檔的餐廳了 遠超過這個我們中國菜 不用說我們這個台灣很多料理 沒辦法比得上去 為什麼 觀眾朋友來來想想看 怎麼來突破 馬上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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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璇 再來恭喜恭喜恭喜 謝謝 我們跟觀眾朋友大家 一起來分享台灣這麼多美食 為什麼登不上國際舞台 剛才其實我們轉了一圈 大概聽了一個端詳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让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泰国菜 泰国菜真的比我们中国菜 或者台湾料理好到哪里去吗 但是它有特色 酸或者是辣 你是问 我们现在不要问我们自己人 你问外国人泰国菜是什么 他印象很清楚的说泰国菜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 这个泰国菜是什么 好 我人都还没到厨房哦 我就闻到非常非常香味 害我忍不住直奔厨房 现在师傅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 第一道料理它带来是铁板海鲜哦 我刚刚已经偷偷瞄到了 它先放了一个很特殊的香料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香料 我们来请教一下好了 刚刚好像有些秘密武器先下下去了 我们有一个特强的香料 泰式辣酱 泰式辣酱 很辣的吗 它带有一点辣跟甜的味道 所以吃起来可以趁多海鲜的鲜味 而且我们现在回头看看这个师傅 我觉得它还蛮辛苦的 因为这个其实它有点像是快炒的方式 可是它又不是那么的不讲究功夫 它必须手要不断的翻 而且要让味道均匀嘛 所以它有什么诀窍 其实翻锅的技巧很重要 它必须搭配火候跟力道还有韵律 所以我们的厨师经常都是之前烤的 都要经过上千次的翻锅才可以来炒一道好吃的菜 它一道它其实翻锅要很快速 它才能够让味道均匀 而且不会太烫 所以我就稍微的试拿了一下 我的天哪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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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喔 这个大概多重啊 这大概两三斤 两三斤喔 那每天这样一道菜就要这样拿 对 每天都要炒上百道菜 海鲜要下下去了 对 那海鲜的话我们有虾仁 蛤蜊还有花枝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均匀的律动 可以让它的酱汁均匀的包裹在食材上面 看到满满一桌的泰国料理 有得蓬勃啦 嗯 好香喔 上菜喽 除了铁板豆腐之外呢 说到泰国料理你应该会想到 柠檬鱼 月亮虾饼 打抛牛 这一定都是必备的啊 很多人都在卖 可是它有很多很多的make-up 未必每个人做的好吃喔 就像是月亮虾饼好了 make-up可多了耶 诶我忍不住要先吃一口 就是这根声音 超好吃的 要把悠亮虾饼做的好吃 有什么诀窍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从前端的选虾挑虾 到虾子的一个清洁跟整理 那到我们现场端 整个虾泥制作的过程 其实它有108道 那拍打这部分就是力大要刚刚好 对不然可能虾饼就会变薄了 哦 不能太用力 对那如果没有拍好 可能它的饼皮跟虾泥是没有密合 下去油炸会很漂亮 对所以 其实拍打也有一个功夫学问在 那油炸部分也是很有技巧 我们需要180度的油温去炸 它才会是一个金黄色的色泽 才会是很漂亮的月亮相片 我个人还蛮喜欢吃泰国菜 因为它酸酸然后辣辣的 然后他们的甜点很好吃啊 就像摸摸渣渣那些的 然后他们的泰式奶茶也很好喝 就跟一般的奶茶就口味比较独特 喝起来不一样 泰国菜跟一般菜也不太一样 就是它比较偏酸偏辣一点 其实它比较重口味 其实像有时候食欲不好的话 其实来吃泰国菜其实还蛮好的选择 对啊 其实吃下蛮多的 它不像那种一般那种凉菜 像日本料理其实它两个东西蛮多的 可是它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是热的 其实还蛮符合就是亚洲人吃的 我个人比较偏重口味 然后所以泰国菜就比较合口味一点 还有这一道打泡牛也吃得出用心 我们其实是特选牛小排 然后用手工的一个刀法去剁碎 因为牛小排本身的油花跟筋的比例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口感 透过手工去剁 可以保持到原来的一个口感在 所以会越吃越有劲 我们一直觉得说好的一个食材 要从它的原物料开始选 所以像我们的虾泥是百分之百的虾泥 然后牛肉也是用牛小排 那我想其实消费者都吃得出来 那个业者的用心在哪里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泰国菜 真是蛮好吃的 我们有肉可以吃啊 那等一下 现在还要看这个观众满不满意 各位才能吃得到这个 这个泰国菜各位想想你看 有很多人到曼谷去玩到青麦 泰国菜你说真有什么了不起 不错 但是真了不起到那个程度 我们觉得应该还OK 可是各位想想你看 泰国菜在欧洲在美国 泰国菜已经变某种程度是高档 我举个例子来讲 泰国菜在90年代 在洛杉矶 或者是在伦敦 伦敦在90年代 泰国菜整个伦敦 不过十几家 到了过去这几年 已经有三四百家泰国菜 大大小小 而且它可以卖得很高的价位 它所有的装潢 它可以变得非常的 这个所谓腿肺型的 最高档的腿肺型的那种泰国菜 夜店风 你真是难以想象 为什么泰国菜可以这样子 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觉得台湾可以学习 泰国菜真的崛起 是在70年代就开始崛起 那么它从哪里开始进入呢 我觉得非常聪明 在好莱坞 它在好莱坞开了几个 非常高档的饭店 然后因为好莱坞的 这一个高档的泰国菜的饭店 带起了这一波的潮流之后 它很容易会得到媒体的注意 然后会可以做很多推广 所以台湾如果要进入 这个国际市场的话 重点是在一些 很容易打出知名度的地方 这个是泰国菜给我们的一个 你说的聪明 它的整个marketing 整个市场行销 你看这一招太大了 它应该是在十年前 它整体的崛起在十年前 这个泰国呢 因为他们专业的 我去访问过 也被他们接待 就是说我了解的情况是 他们汇整了 它的商业部 农业部 经济部 外交部 所有的折胜部会 统筹的 用计划过做就是 他们第一点就是找了非常多 法国三星 还有意大利三星级的chef 到了法国 来了解法国的 不是 到了泰国 了解泰国的这些食材 运用它的烹调的 味性跟方法之后 运用比较国际化的 那种烹调技术 融合在泰国菜里面 将泰国再提升起来之后 这些厨师很有意思哦 这不仅是我觉得是一十好几鸟 这泰国师傅发现 不是 法国师傅发现 泰国菜很多很可爱的东西 香料啊 对 他不仅在那里 教了非常多泰国厨师 先进的科学的烹调方法 他甚至于自己 把泰国菜很多的味性 也变出来的 食材 香料 带回了他法国 所以这样子两厢 这样子一交融之后 他无形的把泰国菜 拉到一个世界的顶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之后 他泰国政府花了非常多的钱 辅导在泰国非常优秀的餐厅 请注意 不是快餐店 他辅导是真正能够拉升 他泰国就像到三星 两星 三星级的 我们台湾就辅导快餐店 那是不行的 他辅导那个顶级的餐厅 政府补助你 就你出去开多少钱 你预计多少钱 他另外百分之七八十贷款给你 给你钱 但是相对的 你的餐厅规范 一定要有我泰国的食材跟香料 他自然他不仅带去的是美食 甚至于带去泰国的香料 味型 甚至于在那个餐厅里面 常常做泡沫 做表演之后 很多外国人不仅在那里用餐 甚至于买他的香料 这个是扎了根的 把那个像针具用 刺到人家骨头里出 这又又想讲的这个榨根 他把第一个 他请全世界顶尖级的人 来告诉泰国的大师傅 大厨 怎么样做能够迎合国际市场 这是一个 另外泰国在70年 60年代越战 有很多美国大兵都常常到泰国去 我想补充一点 不陌生 是陌生 我想跟涛哥补充一点 刚刚补充又翔说的 又翔是说他们花了很多精神 对他们自己国内的餐厅来作为一个辅导 还有泰国政府不定期的 就会邀请全世界的泰国菜餐厅 就是说还有一些国际的美食家跟美食记者 到他们国家去 他们要这些餐厅是他们认为是太美味 就是他们政府认定是高级的餐厅 回去泰国再重修 通常我们厨师是出国外去取经的 他是要你国外的泰国餐厅 回泰国告诉你最近国内的顶尖大厨 又研发了什么菜又有什么酱的 这点非常重要 它是整个国家有计划的在那边推动 我呼应一下 这其实外国客户对一个国家食物的认知 其实跟他对那个国家整体的印象 有很深的关系 大家如果只一看那个CNN CNN有时候有一些国家的形象广告 你去看泰国的形象广告 你去看印度的形象广告 他们都是在推这些国家软性的东西 泰国就是它的好山好水好美食 印度就强了它的色彩等等 你如果转到我们台湾的形象广告 好像强调我们101概的多高 我们的晶圆工厂做的多好 我们made in 台湾的电脑是怎么利害的 完全硬体 那所以说 别人对我们的印象就是硬的 所以你只一看每国家都美国家 那是西方现代啊 那不是台湾啊 对不是台湾对 所以我觉得 台湾美食推广不出去 其实我们自己必须要反省一下 我们对于台湾 现在崛起这些软实力 到底有没有自信 我们是不是还要整天 去强调我们在硬体方面的能力 我们的高科技 我们的财务 我们的金融等等 还是说我们真的可以 像我们自己这么喜欢吃这样的东西一样 骄傲的告诉群世线 我们这东西怎么好吃 也许我们过去硬体的光源不在 但是我们现在有更好的软体的东西 像泰国像印度一样 把这东西取得 这不现在还不到自信的问题 有没有觉醒 我们没有这么多好 我们今天第一次谈 为什么台湾的美食登不了国际台面 马上回来 马上回 泰国是很好的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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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美食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登不上这么好多吃的东西 登不上国际舞台 你刚刚讲说是不是要有自信 我刚刚补了一句话 是不是先要觉醒 我们有这么多好的美食 但是要更好的方法 要有整体的计划 没有一件事情是就这样 稀里呼噜发生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讲到泰国菜 从各位刚刚提到这么多的 一些的讯息里面 包括这个70年代 他有很多美国大兵 从越南到泰国去玩 那个非常熟悉他们的那个泰国菜 他走迷人的市场行销 那么泰国本身在过去十多年以来 一直打了说泰国菜是什么 泰国菜你刚刚讲他软体 他把泰国菜形容成是一个 所谓的Healthy food 是一个健康的食品 他不油腻的 他吃的他是清爽的 那么这个在西方社会里面 他觉得是很容易去接受的 其实台湾 所以你胖胖你都喜欢吃 我不太胖 但是我还是很吃 我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能够模仿的 其实就是泰国跟韩国 这两个国家 因为他们的方法 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他们有类似的地方 我觉得泰国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 就你知道消费者导向 我觉得台湾我们现在讲说说 我们对我们的美食 交不交很骄傲啊 可是如果说消费者说 外国人喜欢吃 他说不行 台湾美食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 我们可以跟泰国去学习的 我们至少要选的那个样式 是外国人能够接受的 我们先从这一点开始出发 泰国是逐步逐步转变的 他是一开始先选择 外国人最能接受的 然后慢慢我再添加更多的泰国味 我再添加更多的泰国味 所以我觉得台湾 其实要达到全世界去的话 这一点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是我其实要提一点 服务品质这件事情 我们对中国看的这个中华餐馆的印象 其实通常会对于那个 脏乱这件事情印象非常的深刻 其实这一点对于外国人 其实进入他消费意愿的 那个money的程度就会受到影响 那我有这个亲戚是在法国开餐厅的 他们其实对那个服务要求的品质 如果你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其实China food是非常迷人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个服务品质的那个要求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是美学 我们的餐饮 我们的餐饮是没有美学教育的 所以我们通常只要求把菜做的好吃 可是很少把它上的好看 这是个专门学问 我接触过很多大厨 他们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说 其实美学很重要 你提到这一点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美国三大电视网有成间节目 成间节目主要是以美食为主 我知道的美国NBC 现在是三大电视网成间节目最红的 他们做美食节目 公司内部就配置了三位到四位 所谓美食摆盘的专业人员 你看到他真是觉得 已经是大动胃口 可是他每一个精致细腻的 我们稍后就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 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 李泰坡 这个全世界台湾唯一可以打到国际市场的 可是他不是在卖一个包子 他不是在卖一个什么小笼包的东西 我们稍后让他卖的是什么 可是各位想想看 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泰国菜 为什么可以在全世界行销这么夯呢 他有很多泰国人邀请他们的观光客 来自于尤其欧洲的 在Bangkok 曼谷有一个Blue Elephant 对啊 专门餐饮学校蓝巷 那那个我有一次经过那边 哎呀我看他们一堆观光客在那边 而且一进去了 待半天我就问他们导游 导游说这就是我们的餐饮学校 很多真正欧洲的家庭妇女专程赶来 不是去度假的哦 是到那边去学习泰国菜啊 这个学校啊 这个学校我去过 真的要这样讲哦 那个啊啊啊我们算是亚洲人 所以我们对泰国菜已经相当有了解 那那个Blue Elephant在泰国有一个名声啊 对泰国人来讲 就是又贵又难吃又不像泰国菜 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我们亚洲人要有亚洲人的自信 就是说我们跟着的泰国菜 也许可以去追到真的泰国菜好吃的部分 而不一定要走Blue Elephant那一套 对啊可是 可是他们刚刚讲的那个重点 我觉得是泰国政府非常聪明的 辅导的这个Blue Elephant的这个老板娘 那这个学校我特别去考察过 他产生的对我 甚至在那边跟他的厨师做了 将近快两天的交流 那么我觉得他产生带给观光客的 是什么一个乐趣 你要知道我吃了泰国菜 我甚至又学会了解泰国的那个香料 是怎么产生的 我了解这个香料买回去要干嘛 我了解泰国菜做的什么 他就说你在那边上两个小时课 剩下一个小时你自己做 你自己刚刚学的泰国菜 然后你自己把你自己做的泰国菜吃掉 那就是你那一天晚上他给你一个license 给你一个证书 那其实你永远会记得那个老师带你去逛泰国的菜市场 泰国菜市场怎么挑材料 怎么把他的酱料变成一个食物 那不管他做的好吃不好吃 这个人在泰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方法 如何让观光客留下深刻食物的印象 绝对不是走马看花鱼 夜市哇了哄哄吃完了 一堆东西吃完他记得什么 我不客气讲 什么也记得 什么都记不得 但是Raven让你记得了 你在那边学的是什么 而且你们有没有看 这样子哦 这个这样子我说的 能够上国式舞台 大概你注意把他看 大概三个世代 三个方式 第一个就像韩国像泰国政府 要积极地把他推动 但是透过政府积极推动成功的 好像妻子可數就这么 第二个 他的食物的本身 就很适合登上世界舞台 因为他有很简单的作法 比如说寿司 寿司很困难 可是也很简单 一个饭团上面加个东西 然后你看不到是什么 就是最简单 但是到最复杂的作法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就是它的 因为它简单 你说和吻 为什么 因为虽然它是生牛肉 但是我看得到 而且我只要一个汤 一个东西我做 所以你很容易就学会 但是你要学到一个点子 是一回事 所以它很容易就推销出去 第三个 就要像法国菜 像意大利菜 是一个什么 你要做法国意大利菜 它推销的是一个品位 就好像顶太后 推销出去的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是整个的一个食材 一个餐间 所营造出来的品位 不不不我们现在看着重点在哪里 这是台湾真正可以 来来请请请 到了9个国家 可以在这个很多 他们的客人不是华人 也不是就是我们台湾人 它是整个西方国家 他可以接受的这样的 所谓的这种小笼包 小笼包会做的人太多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小笼包 就是做的一个小笼包 有个皮 里面有馅 小笼包就是这样做的吗 小笼包就是卖这个吗 我们稍后跟观众朋友 来报告一下 小笼包在全世界 为什么这个小笼包 可以这样子的 全面的进驻世界 唯一大概登上舞台的 小笼包冷了就不好吃 马上回来 恭喜恭喜恭喜 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这讲的话声音又不同 刚才因为大家饿了 现在这个小笼包都在台面上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说 台湾为什么美食 没有登上国际舞台 为什么看到了 这个泰国菜 我们稍后跟各位介绍的 像日本的卧寿司 尼克利 还有甚至于 连越南的这个河粉 碰都已经变成国际性了 这可是台湾唯一可以打上 国际舞台的 为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大家慢慢观察一下 请 是您好 黄小姐你好 李浩大哥您好 通常我们为客人 都会主动帮客人调配酱油醋的比例 因为吃小笼包要好吃的话 其实是有固定的比例的 通常都是酱油是一份 醋是三份 一比三 我为贵宾调一下酱油醋 好的 那我们第一个步骤的话 我会先放入酱油一份 醋的话是三份 三份怎么放呢 一二三 对我们去用醋 把酱油的咸酱去冲带 好的 是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这个 下个步骤 是 所以 是 先刚就会贵宾介绍的是我们最不同的松露小笼包 哇哦 哪个是松露小笼包 这个 它是什么样的松露 是松露油松露本身的 是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里面有一整颗一公克整整的意大利黑松露薄片 那里面呢 还有猪肉的部分 另外松露还有用新鲜每天现刨的 所以它的香气就非常之一 是真的现刨进去的 不是点点松露油 不是 这个完全不一样 讲话买头塞的 是 对 对 对 各位请用 我这样子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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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抢掉两个 我们在享用松露小笼包前呢 建议贵宾可以先喝一口茶 清一下您的味蕾 哦 要先喝茶 我们早就清好了 对 然后旁边新的汤匙可以搭配 不要搭配我们的酱油 醋跟姜丝 全平汤最原始的原味 它松露真的是非常的香 诶 诶 诶 这个吃小笼包 我刚刚才学到一招 对 这个又翔秋 他说一看我拿这个小笼包就知道 常吃小笼包 但是方法错 诶 诶 你看 通常教育建议小笼包 这样中间就过来 对 这是错的 诶 这个要放在 夹它的折子 折子 是吧 这个名堂 为什么要夹折子呢 其实我们统称这边为蒂头的部分 那吃小笼包的话 我们有三字口诀 嗯 对 松露小笼包是建议品尝原味啦 那待会再为贵宾示范 三字口诀是什么 嗯 轻轻提 慢慢移 先开窗 后瓶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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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些姜一口肠 哦 每一个步骤都要出来 不只夹有学问 是有学问 就是 问题这个是要 清清沾醋吗 还是这样 这个是原味 哦 这个是原味的 非常好吃 很好吃哦 非常好吃 对那你们可以看 这个 这个 这个松露包子夹起来 夹这个地图夹起来以后 你不要碰到碟子 因为它冷了就失封了 然后用这个碟子呢 用汤匙拖着 拖着呢 要用粗纹的感觉 吃第一口 这个人就是太厉害了 这用不着你来展示 这展示也有我来展示 别人就这样子有理由 多吃一个 那这个太厉害了 那这样子我来 我来我学会了 然后我来示范一下 所以刚刚就讲嘛 刚刚就讲嘛 就是轻轻提 慢慢移 然后呢 先开窗 所以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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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然后闻个香 然后喝个糖 所以忍多 然后蘸个姜 所以口香 所以所以重点 它不是吃一个小笼 我们要先看一下 小笼 之所以为什么 可以打到国际舞台上 打到国际舞台上 你说就这样子 我拿了个小笼包去卖 嗯 我们先看平常 大家不太注意到 我们经常听到说 或者是画面上 那这是折 为什么要到处说 折小笼包 他在全世界 他不是去卖小笼包 他先告诉 所有全世界的欧美人士 包括日本 我怎么折小笼包 我们再请盈田跟观众朋友 来报告一下 怎么折小笼包 为什么这么重要 太风呢 出了名的严格 怎么说呢 像我这么爱漂亮 他还是坚持 刘海要塞到里面去 所以看起来呢 有点呆呆的 而且进去之前呢 店长有交代 要先用酒精 先喷手消毒 否则我们都不够干净 来到这个地方呢 因为刚刚店长说 这个地方是他们的 重要的一个地方嘛 所以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现在大家师傅们在做什么 好像分工好戏喔 眼花缭乱了 目前第一桌 第二桌 第三桌 这两桌是空的 那第二桌 现在目前在包小笼包 那师傅忙的时候 他会分三桌 包不同的东西 对 如果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就会包不同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边呢 诶 动作好快喔 一个在擀面皮 然后一个在包肉 是不是 是的 那边是锯子 这边擀好的 下锯子 然后他们已经穿好那个重量 那师傅一个会擀皮 一个会挖肉 然后称重量 每一个都会称重量 这样子我们 线是16公克 皮是5公克 加起来是21公克 才是完美比例 那师傅会限折18折 是的 21公克喔 他是斤斤计较 所以他们都有棒称在旁边 而且我刚刚其实 有偷偷的按了一下马表 一分钟大概可以捏到 7颗左右 7颗左右 是的 18折耶 是的 有那么刚好吗 我看 12345678 90 1112 1314 15 16 17 18 真的耶 所以我不管什么时候来抽烤 随时拿起来看 都是要18折 是的 他其实有是18到22折之内 都是范围正常 对 是的 要捏 所以呢 一个是负责皮的厚度 我要抓的刚刚好 一个就是肉 挖肉的 肉要刚好 这个刚好是 5公克 5公克 对 锯子都是5公克 然后那边就是在擀皮 对 5公克16公克的线 然后18折的比例 好 这个叫做分工很细致啦 不过我要看到的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在如火如荼的忙碌中 这个是在做饺子 蒸笼类 像是我们中央厨房都会配送我们需要的饺子 对 或是烧卖 那这边小师傅就为您抓那些看要排几个几个 几个 对 然后排好就拿给师傅蒸 是的 所以等于说那这边 这边是包馄饨的 包馄饨 喔 线包馄饨 新鲜 新鲜 全部新鲜的肉品 诶 我在现场发现 有一位的穿着跟大家不太一样 这里竟然放着品质卫生督导员 你是督导是不是 嗯对 我负责来检查 製程卫生以及人员跟环境的部分 喔 所以 连这个还要抓牢喔 你们已经做成这样的 是的 我们还是会 我们会督导 就是品馆会来现场 看我们的卫生环境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 还是说 诶哪里没有做好 他都会在督导我们 在这个完成之后呢 通通都要送到 蒸笼里面 这是我们勾炸说蒸笼啦 所以就是要来 给它好好蒸熟的对不对 是的 那餐店都是在这边现蒸的 那小黄包大概是40分钟30秒 40分又30秒 算得准准准 是的 那师傅都有计时 像这边都有时间 哦 学问在这里喔 他电脑萤幕上面 就会有时间的显示 是不是 他正在做的 是哪些东西 是东西一做出来 送出来 多久之内要送给客人 嗯 五分钟左右 是的 客人一做上去 那我们先喝个热茶 吃个前菜 然后小黄包五分钟左右 再上桌 好 所以我们看到 从做到 送到你的桌前 让你享用 全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 包括韩国的 包括泰国的 包括越南的 日本的 能够在全世界美食 都可以登上舞台 就台湾现在独独缺 但是我们绝对有这个能力 但是 有没有这样自觉性 那如果有了自觉 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自信 用什么样的方法 刚刚谈到就是这个 像鼎台风这样子 他为什么在全世界各地 先展示的是他的一个 这个捏小红包 他们还有什么 十几个折 18折 18折 21克 就不断地跟所有的消费者讲这个 为什么 对 我看了这个 录影带我有两个感觉 第一个感觉就是他 刚才虽然说是软吃力 可是他把台湾的硬底子 都展现出来 他基本上是用我们晶圆厂 做晶圆的方式来做这小龙包 你看他18折 21克 而且面皮是5克 内线是16克 然后他直径是6.5公分 然后他要蒸4分钟 那算得清清楚楚 包括刚才黄教授讲的 他那个酱油跟醋的比例 是1比3等等 所以他真的是我们刚才讲的 中学位体西学位置 他把西方人比较在乎的 这些干净啊 标准化 发挥的能力禁止 第二是我们刚才 在荧幕上看到的 他那个公共的厨房 他所有人都看到 透明的 透明的 这其实呼应梁老师刚才讲的 蓝色大象的那个乐趣 你想想看 当老外进入一个餐厅 他通常印象是 中国餐厅都比较脏乱 可是他可以看到一个透明的 所有的师傅 戴着口罩戴着帽子 在这边 里面小笼包 他还没车 他食欲都上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表演 其实有时候大家觉得 推敲美食只是在卖吃 其实不是的 你有百分之五十 卖的是一个表演 卖的是一个娱乐 其实这是一个娱乐饰演 这句话真的是 要听一下 因为这个十八折 他其实是鼎台风 他在塑造一个自己的文化 对 你要知道 这像 这个包子呈现在这个笼子里 像一个部队一样 如果你 手比较胖 你摘十二折 那这个是凤欣 手比较细 摘二十八折 那这个胖子就不一样 不一样 那部队穿衣服不一样 一盖子一些 哇 乱七八糟 所以鼎台风 他从这个标准化里面 塑造自己的文化 包括怎么吃 其实他就是一种 刚刚我还讲 一种乐趣 食趣是寻找美食 最高的一种境界 所以他一致 他一致以后 你看他排在一起 你说 香油 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而且刀怪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终于